就像這個圖鎖顯示 顯示餘下圖鎖視 而它們一齊看進去一塊平面鏡 這個MN就是一塊平面鏡 Pain Mirror 那一塊平面鏡掛在一部垂直的長上膏 如果現在有一個燈膽掛在天花板 就在O點 即是O是一個光源 那現在第一個問題就是 它要求我們是規劃反射線 reflective 即是反射線 如果入射線是X 和Y 這樣就規劃反射線 那我們首先考慮了這個X的反射線 那我們看看X 你會見到它的光線在這裏 那如果我們考慮反射定律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你可以想像這個格 這裡我們當是兩個大格 這個也是兩個大格 或者10個小格 反射應該會入射角 等於反射角 這條就是Normal 這條反射線 這條反射線 我們對這兩個大格 這兩個大格 我們對這個位 而把它延長去到畫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這條是X的反射線 藍色那條是X的反射線 這條是X的反射線 這條是X的反射線 這條是Normal 能夠看到燈膽的影像 我們會看到 首先 P這個人 這裏去的光線 是可以這樣反射進來 你會看到 在X和Y之間可以有一條線 應該是可以去到P 所以P應該是可以看到 P是可以看到 P是可以看到的 因為這個已經是用到盡了 那塊鏡的兩邊 所以其實 就只是這個範圍的人 是會看到O的物件 而那個影像的位置 就應該是 這個光線 在鏡後的反射線的延伸 的膠點 我們看到應該是在這個位 就是有個膠點 這個膠點 就是我們稱之為 影像Image 所在 它是應該跟這裡的距離 這個角度叫做 Image Distance 影像距離 和這個物件距離 是一樣的 它就叫你解釋 誰是不能夠看到 因為Q和R 都不是在這個範圍裏 所以Q和R 都不能見到 那個影像 T和R都不能見到的影像 那個理由是 因為 no 反射線 from all can go into their eyes 即是沒有從 all 出發的光線 能反射後 進入他們的眼睛 如果要Q 能夠看得到 我們會見到 其實可能鏡子 要在這裏 可能在這裏有鏡子 這樣對稱打進來 就有機會可以了 但這個位置是沒有範圍的 只有這個範圍的人看到 就要跟著 就要旅程 到這裏 到這裏 就是 就不要 那裏 有個車 有個車